这里 爷爷看到我做的大房子 一定会很开心的吧 还是失败了 谁啊 谁啊 少爷 是我 我刚以为是爷爷的 吓了一跳 真是抱歉 不过少爷请放心 乐乐少爷要自己亲手做东西 送给老爷当生日礼物这件事 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拜托山羊爷爷了 我真的好想看到爷爷惊讶的表情啊 放心吧 明白了 我现在正准备要出门买东西 请问乐乐少爷需要什么东西吗 我也要一起去 来 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哦 乐乐 是你们啊 正好你们开 是金鱼 有红色和黑色的 真可爱啊 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啊 因为乐乐少爷要在家里的池塘里养鲸鱼 真好啊 池塘一定会变得很热闹啊 谢谢你买这么多鲸鱼 这个送给你了 是一条鲸鱼项链 谢谢猪猪的礼物 真好啊 如果你们想看池塘的鲸鱼 欢迎你们随时到我家来玩 嗯 后天就是爷爷的生日了 可是我却只完成了这么一点 再这样下去 根本来不及 不可以这么快就放弃哦 乐乐 快打几斤去了 是什么 项链居然开口了 我是金鱼精灵 我的名字叫波奇 你好啊 你是金鱼精灵 波奇 是的 我一直在观察你 从刚才起 你就不停地在叹气 嗯 你刚才说 只完成了这么一点点 如果能换成 已经完成这么多了 这样心情就会变好了 是吗 你现在就试着说出来看看呗 嗯 已经完成这么多了 对啊 我已经完成这么多了 真的好神奇 说了之后 相反好像也变了呢 是好是坏 全看你怎么想 你看金鱼就不会往后游 我们永远只会向前看 我是向前看的乐观金鱼波奇 乐观金鱼波奇啊 真是个好名字 你看 他们都是你的同伴哦 各位 你们好哦 可是 这么大的池塘 只有几条金鱼 一定很寂寞吧 嗯 你还是不明白 嗯 就是因为你这么想 才会觉得他们很寂寞 其实 在这么大的池塘 自由自在地游泳 我的伙伴都很开心呢 真的吗 嗯 对啊 他们好像看起来很开心 我不是说过 我们永远只会向前看吗 你搞厉害啊波奇 我可以跟大家说你的事吗 那可不行 只有拥有这条项链的主人 才能看到我真正的样子 这是我们的秘密 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呢 嗯 什么呢 好哎 六分喽 是乔虎和陶罗比啊 啊 是乐乐呀 你也一起来踢足球吧 只有我和乔虎两个人玩 我已经快累死了 就是因为你这么想才会觉得累啊 你要这么想 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也好玩多了 幸好是两个人 为什么我要这么想啊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幸好是两个人 好像是这样没错啊 幸好还有陶罗比陪我玩 这么一想的话 哎呀 心情好像真的好多了 看吧 我只是跟波奇说了一样的话而已啊 很好 就是这样 乐乐 你在干什么 我们两个刚才一直在那里找四叶星云草 可是找了好久 却只找到这么一颗而已 能够找到一颗就已经很好了不是吗 请你们想一想 连一颗都找不到的心情吧 难道你们不觉得 就算只找到一颗也很棒吗 好像真的是这样呢 现在心情好多了呢 乐乐 你好厉害啊 一件事是好是坏 全看你怎么想 耶 耶 我明天也要跟波奇一起去帮大家加油 好奇怪啊 是乔虎 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乐乐呀 我本来想跟陶罗比他们一起玩的 可是大家都没有来 哦 他们会不会出事了 我姐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说才好呢 就是 你在跟谁说话呀 哎 我哪有跟谁说话 嘿嘿嘿嘿 大家今天之所以没有来 是不是因为他们想要乔虎 你亲自去接他们呢 哎 是啊 有可能啊 谢谢你啊 乐乐 不用客气了 哼 怎么办呢 哎 琪琪 怎么了 啊 这是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吃 才特地带来的饼干 结果掉下来都摔碎了 哎 好难过啊 这没什么好难过的 啊 你们看 数量变多了 这样还可以减少分给大家的时间呢 真是太好了 嘿嘿嘿嘿 我看一点都不好 我也很不高兴 嗯 好 哎 哎 琪琪 琳琪 奇怪 为什么他们没有露出笑容呢 我姐 嘿嘿 有时候也会这样啊 嘿嘿 你怎么听啊 光明 好了 不要闹了 不是向你们不要吵架吗 好痛 你们看我现在根本没办法玩 是啊 不 这才令人羡慕呢 吵架就是感情好的最佳证明 干嘛不这么想呢 为什么要这么想 你们三个尽量吵吧 你们的哥哥也很高兴呢 不对 我一点也不高兴 我觉得我快要累死了 拜托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就是啊 乐乐 你这么说好像不太好吧 我 我这是 我这是 乐乐 我姐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就照着你说的那样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来 可是大家怎么都生气了呢 那也没关系啊 就算生气了 但什么事都能讲才叫做朋友对吗 是好是坏全都看你怎么想了 你不要说了 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要跟你说再见 我知道了 虽然你这么说 虽然时间很短暂 但是谢谢你 再见了 果然还是不行 干脆放弃好了 就是因为你这么想 所以才不行 已经坐到这里了 还差一点就完成了 你这样想想看啊 是波奇 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办到的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波奇 我会努力完成的 真是太漂亮了 这是乐乐少爷独自努力了很久 为老爷亲手做出来的礼物哦 是亲手做的呀 爷爷 乐乐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你 做得太好了 这是爷爷至今为止收到过最棒的礼物 对了 好笑一个 茄子 我拍好了 一定会是很棒的纪念 你们来了 嘿 嘿 乐乐 我们是来向你道歉的 我们说的太过分了 对不起 我才应该向你们道歉才对 我没有想到你们的心情 只会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 对不起 乐乐你 对了 你们想不想看金鱼呢 好多金鱼 它们看起来好快乐 好可爱 对啊 谢谢你 波奇 谢谢你 妈妈的工作 小虎哥哥 你看 那是我吗 画得真好啊 小珍 小花画的是妈妈吗 谢谢你啊 小花 小珍 怎么了 小虎 你和朋友约好的时间快到了吧 对啊 陶勒比说 今天他奶奶要带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哦 小珍也要一起去 小花也要去吗 奶奶 你要带我们大家去哪里呀 这个妈 要去哪里好呢 小花妈 你原来还没有决定好呀 小珍 你奶奶最近好吗 奶奶倒很好 小珍的奶奶和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奶奶常跟我说唐勒冰奶奶是个很有趣的人 她让我今天和大家一起开心的玩 小珍 你平常在家都是和你奶奶在一起吗 嗯 因为我妈妈每天都要忙着工作 小花真好 每天都能跟妈妈在一起 嗯 好了奶奶 你决定好要去哪里了吗 哦 有了 我决定好了 你们等我一下 喂 我是陶乐比奶奶 你好吗 我跟你说 好朋友的女人 没错啊 就是去找我的朋友 然后去拜访它们 然后去拜访它们 这羊会好玩吗 这羊会好玩吗 你们跟着来就对了 我真是担心 哇 这就表示我们会去很多地方吧 感觉会很好啊 来了 你好啊 大姐姐好 你好 陶乐比奶奶 好多可爱的小朋友啊 大家请进吧 那我们就打扰了 我们打扰了 她真的是奶奶的好朋友吗 哇 好帮呢 好像在森林里一样 那大姐姐就是森林里的公主吧 谢谢夸奖 小花 很漂亮吗 漂亮 漂亮 你就是小珍吧 小姐姐 你认识我吗 是啊 真好 我以后也要变着跟大姐姐一样 住在这样的房间里 对了 你还在玩电吉他吗 这还用棍吗 我知道 它们是弹电吉他的朋友 我只要有电吉他 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要 现在要去下一位朋友家了 来了 欢迎你们 奶奶 这个人真是你朋友吗 不好意思 突然说要来拜访 怎么会 我很欢迎陶乐比奶奶 好了 快点进来吧 是不是打扰到她了 那个人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好了 一起进去吧 请进吧 我们打扰了 好可爱 好有趣 对不起 你们刚才说什么 好可爱 我刚才说好有趣 是真的吗 我最喜欢的 就是那些看起来 小小的可爱的植物 小花你看 好小哦 好凶 这些全部都是仙人掌 很可爱对不对啊 太好了 这个叔叔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呢 那个大姐姐的家喊吧 叔叔的家也很漂亮 这些全部都是叔叔自己装饰的吗 不是 我认识一位很会打理这些花花草草的朋友 我就是请他帮我装饰的 对了 你还在唱歌吗 当然有了 他也是奶奶乐团的朋友吗 他好会唱歌 好到了 接下来就是这里 好了还在等什么走吧 我们真的可以随便进去吗 我已经联系过了 不会有问题的 我知道这里 这里是很有名的玩具公司啊 对了 进去之后一定要保持安静啊 好没问题 我进去et 可以 刚刚卖你 上空 我想起来 ах 是小窝或小灰 那边还有麦格大碗 看起来好像在打坏主意 好勒比奶奶 真抱歉 这么忙还来打扰你 现在是休息时间 没关系的 各位 这位是这里的负责人 阿姨好 她也是奶奶的朋友 那当然 她打鼓的技巧可是非常厉害的 奇怪 小花和小珍呢 小花 你看 是今晚 小清晚 你们两个那里不能进去的 你们几个也可以一起进去 希望你们在这里反而的开心 我真喜欢这里 我也喜欢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座小庭院 奶奶的朋友 怎么好像都是一些奇怪的人 不过 他们全部都很喜欢花花草草 各位 你们想不想见见设计出这座漂亮庭院的人 她现在正好在二楼的餐厅里 她现在正好在二楼的餐厅里 陶罗比奶奶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 不过你们怎么会来 我想让孩子们来看看一楼的庭院 哦 原来是这样 小珍的妈妈是一位圆艺设计师 她的工作就是负责摆设和装饰职务 这个我知道 不是只有店家和公司 普通的家庭也可以委托他们做设计的 那么难道说 刚才那个大姐姐的家 还有那个叔叔的家 都是小珍妈妈设计的 是陶罗比奶奶把小珍妈妈介绍给我们大家的 大家都非常满意 小珍的妈妈真是好厉害 厉害 我好崇拜小珍妈妈 妈妈很厉害 小珍 今天真开心 你们喜欢哪个地方 我喜欢大姐姐 大姐姐的家是吗 那小珍呢 我喜欢那个庭院 是吗 对了 小珍 你妈妈还要等一会儿才会过来接你的吧 我想到了一个后主意 阿姨好 巧虎 小花 今天谢谢你们了 每次都来打扰你们 真不好意思啊 因为小珍的孩子真的很喜欢巧虎和小花 可别这么说 我也很高兴这两个孩子可以和小珍成为好朋友 快啊小珍 快啊小珍 妈妈 给你 这是什么 哇 小珍她画了一张画 是今天就在努力工作的阿姨哦 好 谢谢你小珍 妈妈好高兴 妈妈 你以后工作也要加油 嗯 你妈妈很喜欢你的画呢 太好了 嗯 追捕手帕怪盗 小弟弟 谢谢你们把食物送过来 下次捡到我们还会送回来 还会送来 巧虎 你昨天用的那条手帕呢 妈妈来帮你洗掉它 诶 是那条上面有甜甜圈图案的手帕吗 我不是放在洗衣机上面了吗 没有啊 会不会掉在什么地方了 不会吧 我现在去找找看 到底把它掉在哪里了呢 我的手帕 手帕 手帕 是巧虎 是巧虎啊 你有没有看到一条甜甜圈图案的手帕 你有没有看到一条肉丸子图案的手帕 巧虎 你也弄丢了手帕被妈妈说了吗 巧虎也是吗 对了 我们昨天是在玲玲家玩的吧 一定是丢在那里了 先把汗擦一擦吧 我现在没有手帕 反正含一下就会干了 我昨天是不是忘了拿甜甜圈的手帕了 还有肉丸子的手帕 我没有看到啊 昨天我们还一起去高高博士那里了呢 你就是那里 小朋友们大家好 山羊爷爷好 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条手帕 是我爷爷之前送给我的 诶 乐乐 你的手帕也不见了 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应该还在的 算了 如果是掉了一块手帕而已 反正我家里的柜子里面还有好几百条呢 乐乐少爷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你听好了 看一看 这种时候只要这样就不太冷了 而且要是没有手帕就不能擦手了 也没办法擦汗 也没办法擦嘴 对吧 人呢 我们是到这里来找不见的手帕的 我妈妈说要是没走过来就不准吃点心 所以很重要 你们的手帕没有掉在我这儿 不过我想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给你们听听 这是在很远很远的棉花果里发生的 这是我的新鞋 这条手帕留着也没用 丢了吧 我是不会放驳 不爱惜手帕的人的 当时我在那个国家旅行 有一只怪兽伸了我 现在偷走我口袋里的手帕 这条手帕我拿定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就是最喜欢手帕的手帕怪盗 这个国家的人都不爱惜手帕 所以我要把大家的手帕全部偷光 不能擦手了 最后我没办法 只好在那里等到我的手干了为止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 如果不好好爱惜手帕的话 那就糟糕了 一点也没错 如果你们不好好爱惜手帕 你们的手帕就会被手帕怪盗拿走 已经被拿走了 对呀 那就是说我们大家的手帕不是被我们自己弄丢的 而是被手帕怪盗给偷走的 可是真的会有手帕怪盗吗 很可疑 一定有 高高博士 那个手帕怪盗最喜欢手帕了 对不对 对 这就表示高高博士说的手帕怪盗 一定会出现在有手帕的地方 好 我们大家就从家里拿手帕来 好 你们两个也拿手帕来吧 那么你们几个 该不会是想用手帕引出手帕怪盗 然后再把它抓起来吧 是不是 没错 果然 果然 果然是这样啊 这样真的可以抓到手帕怪盗吗 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当然咯 先在这里放一条手帕 接着 只要在手帕怪盗 想要拿手帕的时候拉绳子 木棒就会倒下 救命啊 明白了吗 陶萝比 你的手帕为什么会这么脏啊 因为我吃肉丸子的时候 嘴巴旁边都蘸上了酱 我就直接用手帕擦 已经洗过了 可还是洗不掉了 我的手帕还是新的 可是上面是我最讨厌的青椒团 所以我不想用了 你们两个呢 那一条手帕我都很喜欢 所以 不管哪条手帕被拿走 我都舍不得 好 各位 作战计划开始了 来了 好 要是先打 救命啊 挂答了 可恶的手帕怪盗 把手帕还给我们 还给我们 我真的不是手帕怪盗啊 各位小朋友 直接把手帕放在地上 手帕会脏掉的 赵阳爷爷 你在做什么呀 万一 或是说万一 手帕怪盗要是真的出现的话 赵阳爷爷要保护好大家 是不是该换个比较好找的地方呀 那就只有那里了 人哪 来了 我就是有名的手帕怪盗 因为你们都不爱戏手帕 所以我要来把手帕拿走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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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帕怪盗 快把桃乐比的肉丸子手帕还过来 我不要 这些手帕我全部都要拿走 不可以 管我们 我绝不允许 你把我们的手帕拿走 嘿嘿 就是因为你们不要 才会放在这里吧 拿来醒鼻涕好了 不行 拿来当抹布用好了 不行 奇怪 手帕怪盗 应该很爱戏手帕才对啊 仔细一看 这些手帕都破破烂烂的 我的才没有破破烂烂呢 对了 拿来擦鞋子好了 不行 不可以拿我的手帕来擦鞋子 反正这几条手帕对你们来说 也不是很重要吧 奇怪 这个图案 看起来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啊 这个图案 好了 绣好了 这是妈妈第一次绣出来的图案 瞧虎 像不像你啊 好香 好香啊 谢谢妈妈 我会好好爱惜她的 我想起来了 这图案是妈妈帮我修上去的 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那条手帕是我奶奶旅行的时候买给我的礼物 我也想起来了 那条手帕是之前山羊爷爷为了让我喜欢青椒才特意给我买的 哎 嘿嘿嘿 你们看那边 什么也没有啊 奇怪 手帕怪盗不见了 他好像没有把手帕拿走 对不起 我的手帕 从现在起 从现在起我会好好爱惜 我也会好好爱惜的 大家都能明白真是太好了 不过实在太麻烦了 以后我还是不要再说手帕怪盗的故事了 糟糕 我的店还开着呢 我们还要继续找手帕怪盗吗 你们说呢 喂 你们几个有没有掉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掉东西 警察叔叔把负责管理遗失物的工作交给我了 是哥哥你自己要做的 不过我捡了很多手帕送到警察局 你有没有看到甜甜圈团的手帕 有啊 好香 是在足球场附近捡到的 送去给警察叔叔了 真的吗 有肉丸子团案的手帕吗 有啊 我在沙坑捡到 送去给警察叔叔了 真的吗 那么你有没有看到我爷爷送给我的宝贝手帕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过我在你家门口捡到一条白色的手帕 送去给警察叔叔了 就是那条 以后要好好爱惜手帕 好 雪带来的礼物 今天要穿得暖和一点才行 就算今天下雪爸爸也要去工作吗 是啊 就算是在雪天也一样会有很多人期待收到信件或者包裹呢 爸爸好辛苦啊 雪这么大也不能骑自行车了吧 嗯 今天要走路送信 我去上班了 路上小心 要注意安全呢 嗯 小花 我们先一起做个小雪球 没错 没错 然后啊 再这样滚啊滚啊 让它越来越大 你看 雪球越变越大了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 哎呀 爸爸 嘿嘿 你也觉得吧 我回来了 雪人居然说话了 嗯 是爸爸 什么呀 哎呀 爸爸真的回来了 爸爸不小心滑倒 好像是把脚给扭伤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哎 这些雪人做得真好啊 很棒吧 是不是跟爸爸长得很像啊 哈哈哈哈 真的很像 不过啊 他的头好像有点冷 这样怎么样啊 嘿嘿 是爸爸哎 爸爸 你也不要太勉强自己了 但是 还有些邮件没有送完呢 不能明天再送吗 不行 这是爸爸的工作啊 哦 怎么样 会疼吗 有一点点 我去上班了 路上小心 我今天就破例 让大家做我的雪橇玩吧 耶 哇 哇 哈哈哈 耶 哈哈 耶 再买一次吧 好了 你 你没事吧 你得了 好痛啊 啊 是爸爸 爸爸 啊 是巧虎啊 脚还好吗 现在还是有点痛啊 是吗 没办法 今天还剩下一个包裹 没有送到呢 救命啊 大家好啊 哇 好大的一个包裹 是啊 我现在 必须把包裹 送去给住在那栋房子里的老奶奶 哎 哎呀好痛啊 爸爸你没事吧 无论如何 今天一定要把包裹送到 我想 老奶奶一定很期待 收到家人寄来的礼物 对了 爸爸 我们来帮你送包裹 哎 就算你们想帮忙 但这个坡道可不好走 嗯 巧虎爸爸 只要有我在 这些就不需要担心了 叔叔 把那个包裹放在这上面 哦 谢谢你们帮忙 好了各位 我们把包裹送到老奶奶家吧 好 大家各就各外 走喽 辛苦你们了 哎呀好痛啊 喂 你们等我一下 我们去送就好 爸爸 你就先在那里休息吧 怎么能让你们送呢 巧虎 没关系 啊 啊 爸爸 帽子 快到了 大家加油 哥哥 老奶奶奶家 那个斜坡上面 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快到的感觉呀 这个包裹怎么这么重啊 而且还下起雪了 可是我们已经答应爸爸说一定会送到的 我是不行了 你们大家好好加油吧 乐乐快站起来 呃 我也不行了 真是的 一个一个都这样 哥哥 你加油吧 我现在 我现在 别累了 你们都这样 其实我饮 巧虎啊 我们继续加油吧 嗯 好 针上脑筋 这么重要的包裹啊 交给几个孩子去送 实在不太好 啊 好痛啊 要是有谁能来帮帮孩子们的忙就好了 大家都醒过来 小雪人们 是 该我们上场了 有人正在向我们求助 出发吧 是 雪人走掉了 妈妈 雪人 天晕 小花 妈妈现在正在忙 下菜去堆雪人好不好啊 我从小到大 还没有拿过比叉子和勺子更重的东西 这种粗重的工作实在是不适合我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你说话了吗 冰冰 没有啊 难道是乐乐发出的怪声吗 才不是呢 真没礼呢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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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得手 冰冰 不AY 你很用力了 不可以把手送掉 哦 哦 咱们几个男刀师 是我队的雪人 没错 我们是来帮忙的 大家各就各位 小雪人们 是 你们坐上来 不四个人没关系吗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好 你们大家要抓紧了 出发咯 跳到了 谢谢你们 不用客气 遇到困难就要互相帮助 好了 快点把包裹送去给老奶奶吧 我这就去 有人在吗 来了 我们是代替我爸爸来给您送包裹的 是你们送来的 是啊 都是多亏了 那几个雪人的帮忙 奇怪 您呢 不见了 谢谢 大家快进来吧 走上这个破道一定很辛苦吧 真是很感谢你爸爸 每一次都不辞辛苦的帮我送信到这儿来 这是我住在远方的女儿寄给我的信 信上写些什么呀 信上说他们都很好找我保重身体呢 怎么看 可是这封信需要装在这个大箱子里寄来吗 不是 他们还寄了很多东西给我呢 对了 他们每年都会寄一个手工蛋糕给我 很好吃的样子 为了感谢你们 大家就一起吃吧 太棒了 可是 壮壮冰冰和乐乐 还有小虎的爸爸还在下面等 桃乐比不要说了 没关系 你们一共是八个人吧 可是这样老奶奶那份就 对我来说 这张照片是最好的礼物 麻烦你帮我转告你爸爸 说我很谢谢他 好 好了 路上要小心 老奶奶再见 啊 他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把包裹送给老奶奶喽 爸爸 是吗 谢谢你们的帮忙 真是太好了 老奶奶她真的非常开心啊 好让我跟爸爸说一声谢谢 是吗 不过真没想到你们能爬上坡去 就是说 跟你们说 其实是雪人帮我们忙的 雪人帮忙 真是不可思议啊 一定是因为爸爸把自己